比较多 可是突然间变少了 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像YouTube搜寻啊 留言等等的 那这些其实它都会提供你一些统治资料 让你知道说 你这个目前频道的一个主要状况 然后底下还有地理位置 那还有台湾是主要啦 85 那其他像香港 反正7 所以其实我香港的那个 这个算是什么 光看我频道的人还蛮 还算不太少 OK 常常有学习也没有问我的 然后澳门啊 马来西亚啊 美国日本等等也都有 那年纪的话我发现 最大中的话 还是在25岁到34岁 也就是台湾的那个生产的主力啦 另外的话有个蛮妙的 我发现我流量最多的 就是上班时间 我发现很多学生来上我的课 都是因为平常上班的时候搜寻 搜寻到都是我的影片 所以这样的关系看多了 然后但是没有系统学习 所以想说来系统学习一下 然后其他还有像什么 18到这个就是我们大学生的年纪 好像似乎没有后面的来得多耶 那蛮妙的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可能 我是在想啦 因为可能在问大学生 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可能实际上会有那个学习动机 会比较少一些啦 所以我就一直想 就是鼓励学生说 有机会你要不要 要不要就到业界实习 或者是说你要不要 有机会可能去打工看看吧 因为说真的像有些城市内的课程 假如说他学习上面没有一个目标的话 他其实会学得很空啦 也要不然就流于老师的作业 老师怎么作业他就怎么做 那其他他就比较没有其他的想法 对因为真的没有案例 后来我想一想 所以我就鼓励学生 不然你去问一下你爸妈好了 然后问你哥哥姐姐 刚刚目前他很怎么用 后来发现反而他们爸妈看了我影片之后 就纷纷订阅了 反而他们的话题就围绕在 你们最近上什么 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影片上的 对对对我觉得蛮妙的 学生就会跑来跟我讲 老师反而我爸比较关心你耶 因为其实职场需求嘛 这个很明确的 因为你会的事情解决 那你不会 你就是慢慢卡在那个地方慢慢来 一整天就在做那些很简单的事情 一个可能程式写完事情就解决 一老永逸的事情 那你就慢慢来 今天做明天还要做重复的事情 可是程式写完之后 那个事情其实基本上这个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不会的还是慢慢来 OK 那这个是群众部分 那性别的话好像还是男性居多 本身67%的是男生 可能占了三分之二耶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频道也是同样的情况 男生居多 女生比较少 OK 然后再来的话订阅状况 未订阅的占占百分之八十二耶 所以其实我还有蛮多是带开发的 那个 开发吗 好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再分享一些有关那个 这个Pentas 因为这个软体 如果大家将来如果要设定 就用用录影的话 不会一定用这个软体 那我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个软体 比较熟悉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我底下会 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 如果开始录影 其实软体安装完 其实你们可以搜寻一下这个关键字 就会有一个免费的版本 目前好像最新的是版本到八 不过我自己习惯还是用那个比较旧的版本 用五啦 他五六七 现在最新的八 但是说真的 有的时候新的版本不见得 需要用那么复杂的功能 所以我就用比较旧的版本五 所以我后面演示的版本就是用五 那如果你们要下载 他好像那个他们的网站上 也有提供旧的版本的下载 所以你可以找那个前几个版本的 可以把它下载五的版本 然后里面的相关几个比较重要的设定 包含就是说几个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 你们如果开启这个Recorder 就是录影的程式的话 第一个会看到反正这个有麦克风 然后另外这个就是 如果你要把自己录进去的话 那其实就可以直接 把它打勾 那你自己也会跟着录进去的 但如果你没打勾的话 他就只会录什么 录你的声音跟画面而已 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 这个要不要打勾 OK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麦克风一定要打勾 但是而且打勾之后 其实不是说打勾就没事了 所以打勾要注意一下 这边的这个有没有 这个音量有没有 他有没有跟着跑 因为之前有发生过 我算悲剧 上半天就声音没录进去 因为呢你的电脑本身 可能有别的装置 然后呢那个装置是录音 但是录音好像有孔 但是没有插麦克风 所以等于没办法收音啦 那所以有的时候 你可能要在这个选择上面 可能要点进去看一下 是不是确定说 你用的那个装置 然后呢 另外这个音量有跑 那表示有收到音 不然的话 之前遇过很多 录了一整天 结果完全没声音 真的是很麻烦 OK 那怎么办 那不然也不可能重录了 所以要不然就后置再配音吧 自己在 那也可以喔 真的喔 就是你反正有画面 他有录下来 可是没声音 那你可以透过后置 再把声音讲进去 就一边播嘛 一边一边讲 然后只是说很麻烦就是了 那底下的话 你可以选取你要录制的范围 那这个范围的话 多大多小 我目前录制的大小 我自己个人习惯 就是大概我会把引这个拖拉到 底下的那个工具列 有时候我就没有把它录进去 那我自己个人习惯 现在是大概很像是1366 高的话大概就728左右啦 OK 那不过很多学生问我说 老师你怎么不录1080 有没有现在 甚至还有4K的 对 然后主要是高度啦 1080 那其实主要有一个原因啦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用高的解析度的时候 我们的荧幕解析度假设 设得比较高的时候 那那个字会变小 有没有 那字变小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不清楚了 OK 这第一个原因 所以我会把它解析度 还会缩小一点点 字比较大 不过就有学生说 老师那可以解析度放大 然后字也把它放大 也是可以 但是字放大好像跟那个 凯他才的录影程式有点冲突 它会变成说它的解析就乱掉了 它程式就有bug了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如果你是用1080的话 哇 录下的档案 相对的也就更大 所以对于我的那个硬碟的负荷呢 也就越高 那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720好像学生反应 其实也没有说太糟糕 画面其实也够清楚了 然后各方面其实都平衡 那我也在想说 如果可以的话 那就1080 只是说可能还需要 克服我刚刚讲的那些问题 如果有克服 那当然就可以把影片的解析度提高一些些 那再来的话底下 好 刚刚讲的 Audio 点进去 这边一定要选一下 那我用的是那个C920 就是这一支 如果各位有兴趣 就这一支 这一支其实还蛮推荐 不过现在好像买不到920的 现在应该都是940的 或950的 不过其实差不了多少 反正逻辑的 它的话术 我觉得是相当的清楚 你如果想要当网红 拿这一支应该是OK的 可以把它录下来之后再后置一下 那目前我发现那个刘老师提供这一支 它是9 710的样子 不是 它是93的 这个是93 它型号好像它是93 但是不是930 我不知道它怎么编号的 所以其实因为看起来是几乎一模一样 只是说它那个 这个有一点颜色不太一样 其他都一样 那这个已经是相当的好了 然后其他还有像webcam的设定 有没有 很清楚 就是说人各方面其实都细节部分都有顾到 然后还有就是说大小部分的话 我就是把它设定1366 乘728 大概这么大小 设定完之后就recode recode之后你可以看到 像我现在就在正在录制的状况 有没有它就一闪一闪了 你就表示说已经开始录影了 所以录影就要马上 所以其实已经习惯了 开始录影 自己导演 自编自导还自演 马上按下去 马上就那个 这个什么 就马上就是知道状况了 马上就开始讲起来了 OK 选取大小 其他的话大概这些画面 其他下方这边会有一个显示 所以如果你要停止的话 就是按底下停止就可以 或者是说你可以记那个快速键 像我自己个人习惯就按记的那个F9就暂停 所以如果你按F9 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 不然的话如果没有暂停 那之后我要去后置 那后置的话就变成我把那一段剪掉 那当然其实也不是很麻烦 可是就要花一个时间 所以像我个人习惯就是说 我基本上大部分上课都是一进到底 也就尽可能不要后置 不要后置的话呢 那就不会多一些时间出来 一定要做某些事情 OK 然后底下的部分 那停止的话就F10了 所以F9跟F10 其实还蛮重要的 另外的话呢 比较常用的就是刚刚提过 Ctrl-Shift加D 这就是一支笔 这支笔还蛮好用的 我发现 也就上课如果没有这支笔 感觉好像上几课了 就觉得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数位白板 对对对 也就以前你可能还有一个白板 现在完全不用嘛 Ctrl-Shift加D 它就有个笔 那你可以什么 可以画框框 然后按右键 你可以再去选说 你要是左 就是你可以画线 然后你可以直接就是变成一支笔 Pen有没有 OK 甚至它好像有一些快速键 你可以再记下快速键 它可以马上切换 我自己个人喜欢按右键 然后再去选 比如把它变成笔 就可以再画一个圈圈 有没有 这边都可以 颜色这边可以 宽度也可以改 颜色也可以改 要离开的话就是Esc 就离开了 所以相当方便 这个东西 当然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早期我会另外 另外再找一个小软体 不过好像还是没有这个这么的方便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什么 你相当这个也可以把它 把它 那再来的话 后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关那个 录影转档跟上传 OK 那一样 因为我习惯就是一个影片 这是不要太冗长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会把这个 先把它暂停 像我示范一下 比如说我要停止 刚刚录 从上面录到下 然后可以把它 按F10